叫學生來跟教授抖骨按摩、按腳 除了按摩之餘,每一天會叫學生幫他買宵夜 送飯,直接送到他家 除了這些之外,教授還要求學生叫他做爸爸 甚至乎之後他跟學生之間的訊息曝光 當時人陶崇元曾經傳給我一個訊息 教授在訊息中跟陶崇元說 陶崇元,學生就在這裡 教授對他說坦蕩蕩地說出那六個字 那是哪六個字呢? 叫我爸爸 爸爸,我永遠愛你 很多人再檢查他們的訊息 經常跟教授說我永遠愛你 教授,你是我的天啊,我的地啊 他只不過說,我都可以啊 我都可以啊,你有空打仗 我愛你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我愛你 甚至乎有其他的 可能一直以來都看不慣 覺得他做得很差的人 紛紛出來匿名指證這個教授 就說這個教授真的不太好 如果你要去拜師 即是去他的學系讀書 你要去拜師 甚至要有一個儀式 你要跪下來向他叩頭 這樣他才會收你做學生 什麼什麼 可能翻歐整件事 為什麼這個學生屠崇元會自殺 就是因為他長期受到教授的高壓的處理 經常都使他 好像伯仁一樣使他做這樣做那樣 一叫他就立即應他 可能就造成他的心理會有些壓力 到最後他真的受不住了 跳樓自殺 但他沒有途徑可以將他講出來 甚至不讀 其實國內的文化是這樣的 那個階級觀念很深 但我覺得這件事有關不關事 我又覺得這樣 將你原生閱讀 我想回那時候 例如黃飛鴻那些收徒弟 他們都是這樣的 阿寬 對 都會使他做很多事情 但我覺得他是逼你這樣做 還是你自己甘願這樣做 就是兩回事 會不會 在這件事件裏 教授是不斷卑逼這個學生 做一些他很不想做的事情 甚至乎之後 找回這個學生 陶崇元 他宿舍裏面的一些物品 就會發現原來陶崇元 一直都有很多關於性騷擾 性侵的一些報道 那這些當然不行 一定要舉報他 唐人就推測 會不會甚至乎 這個學生陶崇元 是受到這個教授的性騷擾 一直都不敢說 一直都不敢說 超級有很大可能 要不然又怎樣去他 這些文章 因為我會覺得 其實如果去到性騷擾 就一定要舉報 絕對 如果你說學生和老師中間的 這些情誼 有時候我又覺得很難說 像以前一樣 都是這樣 你想契或什麼 都要打金筷子給他 甚至乎 有時候聽一些比較 舊式的拜師學藝 你都會這樣 作為一個徒弟 你會很願意去服侍自己的老師 應該這樣說 沒錯 但問題就是剛才阿余你所說 究竟他是不是自怨 其實就是在這裏 被人逼的話 他真的可以精神崩潰 每一天都被人逼著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 但什麼時候發生 這件事其實是幾年前 為什麼現在說回 就是因為這個學生自殺 他是自己自殺 大家都說 大家都把輿論推去這個教授 是不是你害死他 你搞到他自殺 變了這個教授 就越來越多 那些很壞的東西 就曝光了 這個教授 他不只是對這個學生是這樣 他對很多學科學生都是這樣 對 在這個輿論的尖口上 這個教授就被人 就被學校說 那你不要教了 不要再從事教學工作 當然啦 你才騷擾得同學 這件事 因為他沒有實質的證據 只不過大家紛紛指證 沒有拘捕他 但他就慢慢在這個教授上淡出了 為什麼我現在要說回這件事出來 就是有一些網民發現 原來這家學校近來又再度招生 再度招攬一些碩士生報名 那些網民就發現在這個石士生報名的老師的名單上 竟然這個幾年前曾經 有人說他害死學生的一個教授 是出現在那裡 重新招生 那有很多網民 很多義粉田英的網民就紛紛 這個教授 他的私德有沒有問題 都未搞清楚 現在又再度被他收心 還要害學生 那很多人就紛紛的 有些輿論在那裡說 批評教授不應該這個時候收生 因為他還未搞清楚之前的案件 究竟是什麼回事 甚至乎這個事件 是上了國內微博的熱話 有1.4億人關注這個事件 有時候我又會覺得會不會是這樣 這件事如果把他已經揚了出來 或者曝光 大家都可以去監察這個老師的時候 反而就是最安全 會放心一點 會不會這樣 因為你已經有前科 但問題就是 他未做之前 上一宗還未搞定 那些人的意思就是 你的蘇州市還未收拾好 但其實怎樣收拾 其實如果你查來查去查 你查不到 那怎麼辦呢 那是否這件事當完案 然後他又不用受罰 又或者當他是無辜 那他永一輩子就不用教 是不是這樣 所以現在的網民的論點就是 這宗還未搞定 你就不應該去收一些學生 但因為你的私德是傳移 不應該再讓他走出來 這間學校 武漢理工大學 受盡輿論的壓力底下 唯有 他確確實實在 新的老師名單上 既然大家對他 這個老師傳移 叫他先收起來 今年也不要教主 其實以後都未必可以教 因為這件事大家不會忘記 所以他會說 今年會發聲 下年都會說 你不要抹抹抹抹抹抹 想著大家忘記就放上去 不是那個我 很多人都會記得 你也知道 梁馬王的歌 我知道你會說 而且這件事 反映國內 很多時候有這類問題 出現之後 會不會是這個教授的背景 有消息的背景 所以出了這麼大的問題 他依然可以沒事地走出來 博人家不記得 但幸好這次很多網民 都還很記得那件事 所以紛紛走出來 繼續指責這個教授 有很多東西 沒有必須要知道 我覺得學校也要負責 其實不只是教授 自己走出來 你也有學校 行了行了行了 我先放你上去 很多學校方面 對他寬鬆了 是 但學生們 若果受到這樣的對待 應該也要發聲 其實呢 你已經讀博士生 石士生 因為是環境問題 社會問題 在香港當然是發聲 大家都紛紛走出來 頂靜、指責 找人拘捕教授 要他負責自己 要負責的東西 但在國內 比較封閉的社會 就算你是一個學生 找傳媒站出來發聲 教授後面可能有其他的人 會按住你的輿論 不讓你出聲 甚至乎 你真的叫做原告變被告 你說的教授 我開除你的學籍 你不要在這裡讀 我經常都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我曾經親眼地經歷過 不是我經歷 是我國內的某個親戚 他在國內的一間很出名的大學 他是讀博士的 數學系的博士 在國內的親戚朋友 全家都覺得 這個孩子以後的前途無限 做了數學系 還有知名大學的博士生 我這個親戚就畢業 讀完博士出來 拿著博士的名銜 他就不想做研究 他想教書 只不過是想做一個數學老師 紛紛去各間學校叩門 我是博士生 我的履歷是怎樣 我真的數學很厲害 沒有一間學校應他 到最後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工 他就開始質疑自己 是否我的能力不夠 為何我讀到知名大學的博士生 都沒有人聘請我 到最後是要 他那邊 我的親戚那邊的家 又要找很多人 扯很多的關係 找了一間 不知是散實驗中學 就有一個很好的教證 很多人說 這間中學是當地的名校 進去前途無可限量 但中學看完他的履歷 亦都覺得很滿意 但有一件事是卡住了 那就是叫做 是隱瞞隱瞞隱瞞 你要進來我們中學 其實也要有其他東西 贊助一下我們 到最後 翻譯結果 是我的親戚 用了十幾萬人民幣 就叫做 不知給一些中學的高層 或不知怎樣 吃飯等 給了十幾萬 才可以進入中學 做一個數學老師 之前他是進不了 因為這樣 因為他不肯付錢 不懂做 不懂做 是一個很奇怪的 假設這個人 沒有什麼經驗 甚至不是一個博士 很流 如果付錢 他不可以進入教 所以就是 讀冤枉了 在這個社會來說 其實不是看你有多少能力 是看人物 你會不會做 你有沒有錢 我想請問有沒有這樣的比較 如果你這樣說 現在這個人 他有這樣的條件 是需要有錢 他才可以有教證 有沒有一些情況之下 他根本沒有這樣的條件 但他給了錢 他可以做這樣的教證 當然有 甚至乎浮誇到 有些案例 譬如內地 你要讀大學 要經歷高校 那些農村的學生 其實大家是 家裡完全沒有錢 給他讀書 很刻苦地讀書 讀得很好 終於考到那個學位 其實他自己不知道 但他拿的成績很好 考到那個學位之後 有些在城市 可能是很有錢的人家 就透過一些關係 將身份調轉了 我的女兒 我就買了你的分數 我的名字就變成 農村學生的名字 變成農村學生 被偽造了一個 名樂孫生的成績單 原來我是名樂孫生 自己是不知的 我命是這樣 就算多努力 我讀不到 就出來工廠做事 誰知道很多年後 農村的孩子要結婚 搞一些貸款 才發現 你的身份 在國家系統裡 你的身份應該買了房子 農村的孩子才知道 我買了房子 才知道原來他的身份 一直被人用 他當年是考到大學 只不過是被人洗還手 拿錢買了他的身份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荒謬 絕倫的一件事 但這種荒謬可能變成常態 絕對是 我覺得香港也有聽過 例如說 你如果要入一些名校 很可能就是要有些關係 捐助學校 要去做這些事 我會覺得當教育成為一種 用錢可以買到的時候 我覺得基本上 很多地方都會有不同的程度上的做法 當然沒有人會想 你到最後 原來你讀什麼書 都是沒有用的 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錢 或者你要有關係 我想誰都不會想 脫貧是比較困難 像剛才的個案 本來如果要上大學 讀完之後出來 又找一些好的工作 但原來不是的 你的位置 沒有了 你繼續去工廠 你再生下一代 你也是這樣 每年都是在低級 在階級制度裡 永遠都不可以操心 人們經常說贏在起跑線 但對於農村的孩子 根本連起跑線都沒有站在 你在後面 遠遠地對待 你自己不知道 你叫後備線 真的很悲哀 沒錯 說到小孩子讀書等等 最近台灣有一個討論區 有些醫生寫了一些鋪文 說給一些怪獸家長 怪獸家長 大家都明白什麼意思 怪獸家長有時候要做些事情 其實你是不明白的 每個爸爸媽媽都會親子女 每個爸爸媽媽都會希望給他們最好 但這個醫生所說的個案 有一次其中一個醫生 不是他 是另一個行家被人投訴 投訴什麼呢 就是那個爸爸媽媽帶小朋友來看 就說他搶病毒 可能是暢威炎 兒子進來了 他看到醫生洗手洗手 還有幾個護理員 洗手洗手 然後看完 他都還沒走 他們兩個又洗手洗手 當時他又覺得 你覺得我兒子很髒嗎 為什麼你一碟完我兒子要洗手 於是他就投訴 即是他覺得 我的感受非常不好 因為你和兒子看完病 馬上就要洗手 在今時今日這個疫情 這麼猖狂的時候 其實有些家長 仍然會有些奇怪的想法 就是覺得 你為什麼碟完我兒子要洗手 但其實他不知道 為什麼不應該 你碟完什麼你都要什麼 碟什麼都要洗 沒錯 其實基本上碟完 摸你的兒子 任何東西 可能他摸完自己 叫他洗手 他要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我不是針對你的兒子 沒錯 我碟完什麼我都會洗手 那種叫什麼 玻璃心 玻璃心就是 我兒子現在有毒 我兒子很髒 為什麼你摸我兒子 你要洗手 總是覺得 小朋友不髒 甚至乎在街上 看到有些很小的小朋友 穿著鞋子 但是站在一些座位上 可能有些人就 小朋友你下來 不要穿鞋子 只是小孩子 對 媽媽就是小孩子 不髒的乾淨 但是小孩子 你的鞋子都會接觸到地上 怎麼會不髒呢 很多對小孩子 無限的包容 這個小孩子 推到別人的小孩子 小孩子玩而已 緊張做什麼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醫生 說出來 其實不是針對你的兒子 這些投訴覺得很無理 無論他做什麼 作為醫生 他對下一個被人 對自己保險 都應該洗手 我覺得有時候 正如你所說的 玻璃心實在太厲害了 是不是應該可以 不用每次都這麼敏感 很敏感 我覺得如果你覺得 所有的事情 都是針對自己 的時候 你會很狼禮 你整天都會覺得很不開心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我覺得現在的氣氛 環境 大家是不是有某些地方 可以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是吧 沒錯 大家都已經有很多事情 要擔心 有時候有很多事情 未必真的需要 整理得這麼緊 沒錯 放鬆一點 每天我們自己 放鬆自己 有時候自己不放鬆 別人幫不了你 你自己的態度上 都要放鬆 譬如有時候 你是不是有做meditation 我是有做meditation 我也有做瑜伽 因為我發覺很多這些方面 靈性上的老師 經常都說 香港人是最不懂得放鬆的 很緊張 很緊張 每一件事都是很緊張 每一件事都是要衝得最前 要快 對 因為我們就是分別必詳 不過也跟很多時候 我們的地理環境 或者是你自己的日常生活 是有關的 譬如有時候你可以說 你自己生活在不同的環境 你就會自自然 人就會變成這樣 例如有一天 我和一個中醫的人在說 有時候很有趣 你看到外國人 為什麼會在現在這些時候 他們仍然可以穿短袖衣 或者吊帶呢 跟他們出生的地理環境 是有關係的 出生的地方 他們是比較熱帶的 或者熱情的地方 他們的人的性格也相對上 會比較熱情一點 主動一點 如果我們生活在南方的地方 我們會比較冷一點 濕一點 人也會比較內斂少 有些事情未必會 什麼都會跟別人說 甚至有很多事情會比較藏 這些事情 很多事情會影響 就是一個族群 或者一些人 他們的性格 所以沒有一件事 是會放諸四海而皆准的 例如余公他這樣說 一些外國人 他們是什麼呢 一定要一些東西要放出來 你就要穿好小衣服 或者你要經常出汗 他好像倒轉 就是我們南方的人 所以經常都要說 就是小朋友 一定要把小脾子 要搭著肚臍 原來真的 我們這方面的人 很容易 如果真的肚臍 不小心露出來 我們是會冷親的 受風 那些事情是很有趣的 你不可以說 只要 逼人家 像你這樣想 對 每一個人都應該會有自己 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不相同的地方 或者一些不相同的 一些 他們的性格等等 所以你去到別人的地方 都要尊重別人的習慣 別人的種法 不要把自己的套子帶給別人 說我是這樣的 對的 我覺得這樣很辛苦 因為要尊重大家 尊重大家的不同 尊重大家的不同